这里是我们的电源插口 然后这里有一个网线端口 然后这边有4个USB的一个接口 这4个USB接口是部分功能都可以任意插的 那首先我们收到机器之后 插上我们的电源线 如果有必要可以插上我们的网线把机器连网 网线端口插上 然后把配的这个鼠标 插任意一个USB口 还有我们的键盘 键盘也可以任意插那个USB口 OK 连接好之后我们打开开关电源 灯亮就行了 机器通电以后 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激光整进的电源 把机器通电 可以听到我们的风扇转起来之后 屏幕就会亮起来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电脑的主机电源 等通电之后我们可以把电脑主机电源开机 开机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是所有的软件跟系统都是类似的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开机界面的这种界面 可以看到我们上一边打标系统的这个 图标双击打开 在这个类似的系统里面 我们的软件以及驱动都已经提前先安装好了 这是我们的软件界面 选择包括我们的图纸 都是已经预先下载好的 所以后期在需要更新的时候 我们点击一键更新 在联网状态下我们点击一键更新 就可以把后期新增的图纸下来了 那选择我们需要标课的品牌跟型号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苹果 选择苹果8P 点击加载图纸 那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图影出来了 放上我们所需要标课的手机壳 放在这里 点击自动对焦 寻找到焦距 一直到我们的焦距指示灯亮而已 焦距指示灯亮 拿出我们所要标课 放到我们的牙具位 然后点击红光绿蓝 OK没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点击标课 Oh baby Tell me What can I do My heart is burning Wanna be close to you Take my head Till the end For you I will never surrender Because you are my girl Oh baby Will you Just be there for me My heart is beating Wanna fight for you They can't stop me I will fight for you You should know מא�jo